好的,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这里是黑衣侦探,随着夜蓝销卡池热度的逐渐退去,大家把注意力都渐渐转移到新剩衣物上了。 毕竟3.0虚迷大版本,老米是肯定会同步推出两套新剩衣物的,这可是决定未来新体系的问题,所以任何一丝的风吹草动都牵引着大家的心神。 首先是万云大佬发布的消息啊,它声称的数据如下,一套是草原素套,效果就类似于隔壁风套雷套,还是强强联合的加强版本,一套是战技暴伤套,效果更是强力,不仅提高异技能伤害,还有接近80%的暴伤加成,与之相对应的互动防御debuff,对重力来说不痛不痒,这难道就是传闻中的八重神子崛起套装? 肖迪卢克菲歇尔的话也能跟着喝口汤,但数值属实有点太过离谱,对救生遗物简直就是碾压,反正老黑是不怎么相信的,越看越觉得是大家歪歪出来的,所以说还是看看推了就好。 不过关于这两套生遗物,还有另外一个版本,草套,是加元素精通和慢生反应效果,战技暴伤套,那就更离谱,攻速,生命值,暴击暴伤,战技伤害都有加成,你们感心? 老黑属实感觉是有点扯,这要是真的,那老圣一物在新圣一物面前,真就是全小丑,鉴于外网大佬编消息骗人的例子已经有很多次了,各位老哥们要激动,一切还是要以老米官方的消息为准。 那最后再说一下元神版苏的消息吧,因为不是有大佬声称长得严肃尊贵,还身色衣装宝石镶嵌什么的,那这张上古图片,这又被玩家扒出来流传,这其实是Loft上玩家原创的一位角色,当初还真有玩家信以为真,去问客服是不是真的,结果闹了个大笑话,所以大家可千万不要被骗咯。 那好的视频制作不易,还望各位大佬点赞三连,咱们有缘下期再见,拜拜。